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心事秉申物成认子 这个八字说 他是不是身弱不单财 只要身边有钱就出很多问题 该怎么办 各位 在五行派里面 并没有什么身弱不单财 他一切回归到五行流通上面去判断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八字的一个状况 他的本命 丙心河 所以天干一个润 地支四身一河 所以 尘土克止水 我们就可以知道 以他的一个八字 他的地支其实是破财的一个像 所以其实他本质就是会产生所谓的 一个破财的一个情况 各位你要了解 他想要有钱的一个情况下 他必须要先把他地支的这一块 他要先能够处理掉 可是你去看 他以为没有用 五火生土来克止水 他其实前五柱大运都没有帮助 他前五柱大运 也就是说 各位 你再往前推 他再往前推 你会发现到 没有一柱大运是都脱离的 那接下来就是葵氏 各位 葵氏 火生土 还是 那再来 壬臣 土跟土 还是 那过来 辛茅 没有用嘛 要到尹 他这一柱 他才能够正式的他的一个地支 不会产生破财的像 所以这个八字 他就是一个很明显的 跟财来讲 他是一个比较绝缘体的这一种的特质 在大运上比较没有助力 在大运上没有助力 所以来讲 他就会 在财运的一个部分 他通常就会比较弱 但是各位 在这一个八字又有一个很头痛的一个地方 你有没有看到他天干财运很好 他地支破财 然后他八字又没有所谓的 他现在是在甲午 他之前走乙卫 观星还不错 这边边日主受克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说 在人生的两大运来讲 他会走的非常非常的辛苦 为什么 因为他的观云在天干是没有办法用的 那就只有靠地支 所以在地支来讲 像在今年或者是明年 他的观云是不错 可是他就只有靠流年 接下来又 又会不见 不见的情况下 是不是又回到没有观 然后又破财的一个像 所以 像在这一种的情况 像这一种的情况 你看 他是不是又没有所谓的食伤 所以他也不太可能走技术型的工作 他唯一比肩很旺 所以他做跟人相关的工作是不错的 但是先决条件是绝对不能碰财 一旦碰财 这个八字就是所谓的一个大破财 所以并不是他有钱就会出问题 而是他本身他就是一个破财的一个情况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一边 大家假如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大家帮我按赞、关注、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有最新的影片 就可以随时接收到通知 大家下一次永远再见 拜拜